你 枪枪三人行 哎呀这个昨天说流向是吧 今天不得不还是还要说流向 从昨天到今天呢我看了一下 我又增进我的这个感觉啊 就是中国人呢 中国人民呢包括中国媒体啊 我们的这个感情啊 真是太充沛了 你知道吗 以至于啊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 好消息 刘翔还没有死 你这么就我觉得就 愁云惨我干什么呢 我就所以我就说 有个人说了一个词很好 就自然人 绿掉刘翔的各种身份各种帽子 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他作为一个自然人 他身体基本非常健康 脚跟出了一点小问题 也不至于好像到完全断裂 有点撕裂 那他动好手术之后 最差的结果就是他以后退役吧 不跑了吧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预期 他此生会过着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好的生活 他仍然是我们的英雄记录创造者 那么在干什么呢 现在我觉得就是好家伙 就是 因为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刘翔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吗 因为刘翔的这个偶像身份 他的这种东西是我们全是三云一起造出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神话 对 一个神话 就我们比如说他的市场利益价值也好 这市场利益价值的前提就是 我们大家都给他面子嘛 他喜欢他嘛 所以他有利益价值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的 你说他是国家的一个象征 这也是我们一起弄出来 所以这现在有问题的 我觉得不是他 是我们自己 所以你看啊 徐老师有人在他微博上发给徐老师一个 报道留详的两地报纸 版面的这个对比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 香港你们香港报纸 和我们这个内地报纸的一同 我们这个导演呢 是不是可以多赞 给我们来看一下 你瞧 这是内地的报纸 暂时流向 对 香港的一家报纸 实如流向 商业化小丑 如此反应对比鲜明 但问题是香港这个报纸 他引用的还是内地网友的话 对 那内地网友的话 这次啊 两个事件造成了国内民众的意见的大分歧 嗯 一个就是羽毛球的事情 但羽毛球的事情呢 它是怎么来说 它的分裂是上下都分裂 对 就在上面啊 你看到新华社跟一些权威的报纸的态度都不一样 对 然后民众的态度也不一样 所以从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个是西方欺负我们这个游戏鬼神 一个就是说要尊重体育精神等等等等 但这次的事情呢 到目前来看哈 它是上下有点断裂 上一直都是维护它的 嗯 你知道中央给他发了慰问 嗯 然后体育代表团就开紧急会议 嗯 号召大家学习刘翔 现在刘翔是 对 还要开紧急会议 开紧急会 传达中央精神 然后说学习他的这个崇高的什么什么勇敢的拼搏精神啊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其他的运动员心里是怎么想但是反正是 那么你看网络上哈你在正面的标题上全部都是赞扬英雄 那么但是你要打开看下面网友的评论呢就分了 就是两种当然也有相当多数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支持他他英雄心疼 但是那种阴谋论就觉得你是表演啊 你是什么什么甚至于很苦客的那些话也都有 但总体来说是有一个上跟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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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 可是我恰恰觉得就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事情 比如说经过这一届奥运这么多事之后 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出了什么事 或者一个场比赛怎么样 然后都要动机到涉及到中央精神 这个中央都要有个精神有个表态 这个东西有点太太严重了吧 老实说啊他这次所有运动员得金牌没有出现过 对啊这个有点太似乎了 老实说就说我只能承认我的这个水平和觉悟低 为什么呢我讲我真实的感情的感受 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不感动 我也觉得他就是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他伤了他摔了啊最后他蹦到那里啊 看当时看着我一阵恶然就是如此而已了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要这样的抒情呢 就是这个感情大爆发呀 我觉得这个 哎 我也是我昨天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媒体呢 遇到那边一帮年轻小同事 每个人都愁云产物 他们有的呢就完全是愤恨不平 就是很讨厌刘翔 有的呢就很同情 但那个情绪真的是一片阴云压在那儿 我这个这个这个咱们站在边缘上的人呢 的确就是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因为我没有 但是我也看到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是值得尊重的 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相当的人呢 他会把这么丰沛的感情寄托在一个别人身上呢 那就是神话工程啊 我们中国人 我觉得我是高度自私的人 大部分时间我在想自己的事情 这个他关心 适度的关心一下好了 当时也会 比如说他要是得了金牌 我也会跟着一下五分钟吧 完了 但是这是不是也是环球现象的 比如美国人是不是也会特别崇拜 这样斐普斯啊 或英国人现在 会整天的报纸对他们的明星 也是一种偶像崇拜啊 对 所以说中国人在体育当中 找这种民众心目中的偶像 这也是西方的习惯 这也不是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 你比如说像你最爱看的太阳报 太阳报怎么了 看阳报今天的封面 要看三版女郎 我以为你要看第三版 我们别这样 你看你看第一版好不好 对对第一版 他们打破金牌的记录 对他们自己的金牌记录 游戏来德国最多 那他们也是一样 也崇拜 也哭 也崇拜他们英雄很高兴 可是呢 我觉得他们还不至于像我们这样 就是那种 没有我们这么多阴谋论 对 没有我们这么多阴谋论 假如一个一个一个运动员受伤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同情这个运动员受伤了 很不信 他们不大会去说你什么假的啦 或者说你什么利益啦 然后赞助商啦 背后有多少 背着17个赞助商在跑啦等等 我觉得他们不大会有这样的 比较少这样 是就是 所以要站在英国人的角度看 就说这事儿聊大了 严重了 是吧 就有点 怎么说的这么样的严重呢 但是我这是从他们田馆中心的 这个主任的回答上 我找到了一点点答案 嗯 因为这个事情啊 我们动机 你说国际的还是我们国家 对对对我们国家 就直接他们的上司 事情如果动机搞不清楚的话 我们那个常识说说看后果 就是一件事情发生几种可能 比方说退赛啦 拿金牌啦 跑第四第五名啦 跟这样出意外啦等等 什么样的后果对谁是比较不好 对谁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看如果是从刘翔的角度来讲 当然不好 他现在受伤了 对不对 对他来说他这个很很大的不好 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很不好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我们看到人震惊 失望 可是田馆中心主任说了一句话 原话 受伤后所展现的精神价值 远远大于金牌的价值 那换言之 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认为从后果看 现在出现的情况 是最大的价值体现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啊 刘翔给中国带来了一面新的金牌 这面金牌就叫做刘翔精神 对吧 我们要贴出标语 刘翔精神 枪枪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指定橄榄油 地中海欧力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所以因为我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 在我看来就不用把刘强的事情弄得那么悲情 我们还是快乐 对吧 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就快乐了一把 快乐都跟刘翔有关系 天降大雨据说就是为刘翔而哭泣 上海大台风啊 中国人的文学想象力啊 唐宁街时候也是这样嘛 对 英国都为他哭泣 尽管他们那天得了六面金牌还是得哭啊 但是大雨交着的英国伦敦人民他们却在狂欢 这说明跟我们真不一条心 这是非诺族类 我们 我们昨天我们去看了 去看了这个沙滩女子排球赛 文道看诗了 真的抽个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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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话 文道我们来晚了 文道刚看了 真的要讲原话 这个我要讲一下这个状况 这个我要讲一下这个状况 我们约好了 我们几个一块去看 你先讲原话 你先讲原话 不是 我来讲原话 你讲他看完了 他看完了我们到晚了 他讲 说这是沙滩女子排球赛最后一局 然后他看完了 他出去抽烟 抽烟就说文涛我不回去了 我走了 我怎么回事 他刚才林宇我内裤都湿了 你看不是看湿了吗 看得我吓得湿了 湿的不行了 你回家料理 于是接下来我们跟小田 看的是男排的 三四名的 这个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就证明我们确实是 去了你看这个小田 那那那文道在那边 薛老师在偷看小田 而文道湿了 那个还是小田还好 就近我拿了件雨衣给我 要不然我更惨 然后呢我们可以出一段这个 这个这个视频 我就说啊 沙滩拍球赛我一看 这是个综艺节目 完全是个综艺节目 我用我的照相机 拍了这么一段 它是 你能播奥运的现场的东西吗 不是我们观众 它是比赛第二 你知道吗 它是娱乐的 可以看看这一段 可以看看这一段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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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规则 但是正如西方人在中国做生意一样 你光知道法律没有用 你还得适应中国的潜规则 同样奥运西方人的运动游戏 也有西方人的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 甚至可以理解为风俗习惯 这个事件 约定俗成 对 这个就很吧 比如说山山排球是这么玩的 对吧 这个就可以解释 较真又有点好像不可思议了 比方说 我们说你看见这个短跑 博尔特 小组这个预赛 只要跑到第一 后半程简直溜达的就行 你也没有出尽全力赢得这一场比赛 更高更快更强 但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这OK 没问题 这就是一种风俗习惯 这就是一种潜规则 就说这么玩 行 但是呢 中国跑进来了 说 那羽毛球既然是这个规则 我都给你假打啊 他们看不惯 这不 我们没这么玩的 羽毛球我们不能这么玩 你明白吗 所以呢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要不要玩他的游戏 中国人有句话叫入乡随俗 你知道吗 你连他的潜规则 你都需要了解 正如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 你说我光按照中国法律办事 我不请官员吃饭 你做不成了 咱们说中国生意 都知道一个字叫关系 对 关系 对英文都有了 对 你抱怨吗 你抱怨说 他这为什么我按照法律办事 我不请他吃饭 或者说我不行都会 我做不成生意呢 但是这都是类似于风俗习惯一样的东西 你觉不觉 可是这里头还有一点啊 他还挺复杂 他除了是文明差别之外 文化区别之外 他还牵涉到每种运动的规则 没错 又都很细致不一样 你比方说举个 你刚刚说那种 伯尔特赢定了 他后头就溜到了 那篮球足球也很多这种垃圾时间 像篮球赛就是 你大笔数赢后来都是板凳 对就板凳了 那足球又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这一年的欧洲杯 欧洲杯你看到没有最后西班牙 不是已经狂胜了吗 狂胜之后你看西班牙那个门将怎么样 他本来法定有个补食的时间 你知道足球 比如说下半场补个三四分钟 但他已经大胜意大利了 然后那个龙门呢 跑去跟这个裁判说 被人拍到了吗 说很感人的一幕 他跑去跟裁判说裁判够了 别补那么多了 我们赢了 尊重一下意大利吧 尊重一下对手吧 你想想看这就变成是什么 就变成反而变成叫体育精神了 就是说你已经赢了人家那么多 你最后就别在场上再拖那么久 折磨人家了 这就是很有意思 运动员受伤 停了以后 那个球一定还给对方 这也是潜规则 也没规定的 所以就像罗大佑唱那歌吧 咱们这个亚细亚的孤儿 就剩在风中哭泣 是吧 顺便玩着别人的游戏 你一定要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光阴任然 从戴上华冠的那一刻起 我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十年 从凤凰主播到金融投资 今天的我已经从当年那个智能的女孩 变身为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职场女性 一个体贴的棋子和一个温婉的母亲 我的丰盛人生从此被点亮 大理特约之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那容我再深入一步 中国呢 又应该参加奥运会 这就像联合国 你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你的存在本身 也对对方互慎 互相产生影响 这个英国美日电讯报 我注意到这个文章 这篇文章说 请不要他们自己反思 请不要再把中国人 当成作弊者 怪人和机器人来对待 你知道吗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一方面对 我们被他们嘲笑了 就是说你们风俗习惯 我们不太明白 但是另一方面呢 通过这个碰撞啊 他们也在反省 这对啊 中国人提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自行车 可以假摔 为什么羽毛球 不能这么玩 他们 你看 你知道他都聊 他想到哪啊 他说 这类报道啊 说中国像机器人一样 这什么训练 他就说 这正是我们把中国人 视为异类的真正原因 因为很多英国人 仍然在忠实捍卫着 我们这些 越发走向失败主义的英国人 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背弃的价值观 很早以前英国人是什么价值观 全新投入和决意取胜 他说 这类报道反映出对远东民族抱有的种族主义看法 同时流露出我们自己啊 对催促年轻人要有优异的表现这件事 也就是说向年轻人施压这件事 以便让他们出类拔萃这件事 我们英国人现在对这个观念已经感到有点不适 深感不适 我们本身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要求年轻人 不愿意对他们的寄予厚望 所以中国人这样要求年轻人 我们的观念上觉得不舒适 可是我们就成功吗 这让人一直想到曾经在纽约 在美国发生争论的那个虎吗 就是两种教育方式 其实美国人在谴责你的同时啊 他也有些人在反思 到底谁是对的 因为英国其实不只是这一篇了 最近一个多月来 一直有很多他的以前的体育名将出来说话 就是说中国的成功是来自他刻苦训练 就是因为他们念的多 比如说像叶斯文那个事出来 说那个我们很多人很生气 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怀疑 像费尔普斯他都说话 因为费尔普斯自己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是15岁 他们一个权威的杂志叫自然 现在道歉了 现在道歉了 他批评这个就是当初怀疑是有尽要 他从科学手段上这个资料就不科学 这是最权威的杂志哦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的碰撞 或者是中西的碰撞 最后还是会导致文化的更理解更融合 对 背后呢 其实都是有种族偏见跟冷战思维 一定有的 我们这里呢 把几个事情混在一起 像裁判不公平啊 羽毛球了什么 还有叶斯文啊 混在一起 其实也不对 其实事情都是不同的 混在一起呢 就觉得人家老在欺负我们 我的意思是把这问题想得远 就是说 外国人呢 对我们的一些问题 也促进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省 就比如说 外国人说 为什么我在你们中国不跟官员吃饭 我就不能做生意呢 对 对 我们一方面嘲笑他们 不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不也可以问 对呀 为什么非要跟官员吃饭 这是不是贪腐呢 对 才能做生意呢 对吧 你看这个双方 其实是个好事 所以对潜规则的质疑 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呢 他们现在 我觉得这几天 我看他们自己 一天到晚就讲 什么叫做训练 什么叫追求卓越 因为英国以前也是这样子 训练他们的子弟的 对 他们以前的小孩子的训练 也是要强调要卓越 要坚苦的 没错 就你刚才讲到的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顾拜旦曾经说过 英国工学运动场上 那种追求卓越和期望的精神 给了他灵感 但是英国人说 如今这种精神 在英国已经无处可寻了 嗯 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对 他会觉得 哎 你们中国怎么这么要求孩子 给他这样的高压 为了让他卓越 其实呢 他西方人呢 这个对孩子这个放养啊 也有所偏颇 对 可是现在反过来呢 我们中国人又常常说 我们太填压了 对 我们又太高压 又有点太过了 对不对 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 就大家都透过对方 回问自己是怎么回事 其实今天世界上 有很多我们叫普世的东西啊 都是透过这个对话产生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联合国不是有个 世界人权宣言吗 对 就说是西方价值观 其实你回忆看 当初这个宣言产生的过程 有一个前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学奖 剧里立正 他变整个最后的修改出来 那个句子 其实是中国人写 就今天世界人权宣言讲 下 rude 下 ANDREW 在那银络 再往这儿 さ么 你看 Sec 这 我